西亞兩大強拳 伊朗跟埃及在瓊斯貝第四天正面交鋒 同樣主打長人鎮的兩隊從開賽就形成拉鋸 就看陣中哪位球星能率先發威 答案是埃及這一邊 後場大叫Algama連同這次上籃 個人一分鐘內獨打九分 伊朗不甘示弱 靠著Montfan Fennany首截終了前 這季一月半場的超大號的打板三分 大大提振士氣 次節開始他個人又連拿六分 保守球隊兩截打完反超比數 接著邀請今年賽會身高最高兩百億四公分的長人Algama表演 包括第四截最後三分中的這一顆三分蛋 全場狂紅二十四分 外帶八籃板兩組弓 帶領伊朗74比六十五 立刻埃及 收下三連勝 接著看到韓國交手印度 開賽就請敵人吃辣到不行的特製泡菜 有多辣 就是一波二十九比九的超級猛攻 第二截更是三分蛋連發 怎麼投 怎麼游 上半場整體命中率五成八 外線命中率也有五成 更傳出十三次助攻 早早領先超過二十分以上 下半場泡菜軍團的辣度持續活燙 就在許迅從湖頂出手命中後 已經拉開到四十分的差距 看到這一邊還用問嗎 韓國中場就是七比五十五 大勝四十二分 送給印度四連敗 至於旅美小將吳永勝所屬的美國沙加緬度大學 今天要面對冰強麻道的菲律賓 前三場比賽手感低迷的Jeff 這場先發上陣 終於不再綁手綁腳 決定要讓臺灣球迷為他瘋狂 就從左邊這一擊大號兩分開始 儘管隨後被菲律賓回敬一擊快攻灌籃 但吳永勝沒在怕 吳廷附近三分蛋搶回去 瞬間將氣氛潮到最高點 競賽好球還沒完 這一次空手跑位到左邊 卡拳 shoot Jeff Wu徹底放開來打 一口氣連得九分 展現另類的主場優勢 看到這位小伙子如此歡樂 也激起菲律賓這群老江湖鬥志 毫不客氣用8比0攻勢 板平戰局 接著把活力提升一個檔次 帶頭衝的就是前NBA球星Al Thornton 個人上半場11分進帳 搭配其他四位隊友 也有8分以上的平均貢獻 建立起無4比35的雙位數領先 除了兇猛進攻活力 別忘了菲律賓55號 Andia的活鍋秀 211公分的他 有如烏雲籠罩對手 根本把籃球當排球打 平均一場送出七次阻攻 你也太犯規了吧 菲律賓攻守兩端都不給對手任何機會 下半場將領先優勢控制在20分內 最後輕鬆以88比69 帶子順利 我來聽新聞綜合報導